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彎 今天要來給大家開箱的是POLAROID SNAP TOUCH POLAROID SNAP TOUCH 這個是朋友送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買的用來裝我的相機 就是保護它因為我沒有買那個相機的套子 然後呢這個是它裡面的配件 就是一個掉的 掉在手上的 然後這個是相機的蓋子 這個是就是連接電腦還有充電的 這個是另外買的那個記憶卡 這個也是它裡面已經附的了 然後這也是另外買的 因為10張不夠嘛 然後先看一下它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它這個是就是觸 就是觸控性的 然後呢要怎麼開機呢就是在上面它這邊有一個開機的按鈕 然後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然後選一下比如說我選英文 然後你挑時間 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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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15號 183 1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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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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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三十七 大家我要先放一下纸 猜出来的纸张大概是长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把它按下去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它会把测试的纸张先印出来 很多的选项比如说你按这个的话 它就会出现拍照嘛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你可以分 打印出来是 两遍呢 还是分三遍 就比如说这个还可以切四个 就是你可以拍四张不一样的 然后它会这样印出来 你就不用再去edit 就不用再修改 然后这个是 就是拍video的 的一个button 就是你可以拍你的录影 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是选择你拍出来的画质 然后这边就是 你拍的照片 因为我现在一张都没有 所以是0 然后呢 然后 我想要先打印一张 是用连bluetooth的 就是先连蓝牙 我想要用蓝牙看看 试试看它蓝牙的效果 就是打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在这之前呢 我还要顺便说一下 就是 它的这个 送的一个这个东西呢 是保护你的镜头 然后 我一开始以为怎么盖不上去 原来它是磁铁的那一种 就是它的镜头 就是这个保护呢 就是像磁铁一样 直接把它洗住了 所以它也不会掉下来什么的 所以先把SD卡放入 然后这个洞呢 就是可以用来放脚架来支撑它 它都可以另外买 可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有 所以 对 就是这样 我刚刚已经选择了 我要打印的毕业照 所以我看一下 因为我是在手机里面直接选择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它打印出来的效果 然后明天我再试试看其他的 完成了 就是打印出来的一个效果 嗯 嗯 我觉得这个纸张有一点 黄黄的 对 我觉得它没有像那种 立刻拍拍出来的 呃 的那个纸张的感觉 比较好 不过还ok啦 然后 现在就是它拍出来拍的效果 跟照片拍的效果 是怎样的 现在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就是如果用相机拍出来的效果 会是怎么样 跟用相机 呃 手机拍好选 嗯 不是张的差别在哪里 然后我们先对焦 好 这是 这是拍出来的一个效果 嗯 在选择里面 我们现在在拍好的地方 按下选择 然后这边有 可以 呃 就是 你可以加 那些框框啊 filter 或者是那些特殊效果 或者移动它旋转 的 一个 地方 可以选择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框框 或者是 呃 那个 滤镜 还有一些 可爱的装饰 比如说这个 然后可以移动它的大小啊 什么的 对 不要的话就 嗯 好 那我们就现在把它print出来吧 这个是选择一下 你 打印的分数 可以一直打几张 嗯 像我发现它这个选的的话 它打出来是没有框框的 不像这个打出来 手机选出来的 会有一条一条的框框 所以这个打出来的话 就是无边框的 但是你也可以在相机里面去选择 你要不要 边框 好 这是现在打印出来的效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那种 两条白边 嗯 我等一下还会再研究一下看看 ok 所以这个是相机选出来的 然后打 啊 这个是手机拍好选的 去打印 然后这个是直接用相机拍 去打印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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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